好 最近消息看到 在台中的本屯一名许新男子跟家人 11号来到公墓扫墓烧金纸 结果不慎呢 引起了火灾 因为西部农烟昏倒来不及逃生 当时被火势给卷入吞噬成为交易尸体 而警消来到现场将火势给扑灭 并且交由检方来厘清详细的死因 这是最近消息提供给大家 再看到是台中市行大 透过了毒品案不断地向上来追源头 发现两名嫌犯就躲在透天错里头 实际成熟 缤纷两路逮人 嫌犯看到大批警力拔腿狂奔 跑到小巷以为能够躲过 没想到真房车就在后头 当场将人给包夹在围墙上 简直就像是玩命关头 小心 我觉得先不要 小心不要 你只有一个人 不要 大批警力抓毒贩 锁定这一间透天错 缤纷二路一组人爬上屋檐 拉我拉我 另一组人拿工具试着破门 布下天罗地网 成功进入室内后 先是发现一人在楼梯间来不及逃 但还有另一个同伙手脚很快 开枪啊 嫌犯拔腿狂奔跑给警察追 但哪里是真房车的对手 一下被夹击在围墙上动弹不得 过程宛如电影玩命关头 快点 在哪里 台中市行大今年初向上溯源贩毒案件 掌握实信跟李姓嫌犯设有重嫌 并追查两人就住在台中北屯 见实际成熟拱监搜索 李贤跟实贤两人平常是透过 那个微信那些通讯软体跟买家联系 之前引单的女的作为代号来 对违避警方的查气 最后警方在屋内起出大量的一到三级毒品 甚至还有手枪子弹九颗弹夹一个 幸好嫌犯没有当场火拼全案移送 检方侦办 记者连加器李云杰台中报道 好看到是在澎湖16号清晨5点多发生了 暴力欧人事件 命屋主因为他不想把这里的房子呢 租给别人开赌场 结果没想到因此被报复 对方找了同伙把这屋主给打了一顿 屋主家人目睹整个过程呢 甚至都已经下位求饶 但是这对方毫不手软 被打的屋主是非常的寒心 也非常害怕 说自己可能会考虑搬离澎湖 男子打摇大摆从屋内走出 接着又来了一辆轿车 十几名凶神恶煞恶度冲入民宅内 把屋主抱打一顿 我就也不知道 就整个屋子随便他们打了 到时候应该会怕我会离开这边吧 被打屋主躺在急诊室 衣服全被扯破 身体亲一块子一块 脖子上全是殴打痕迹 让妈妈看了好心痛 我打过包给他吓过来 给他吓过来 真的是看不到几年啊 这不是人 这起暴力殴打事件 发生在16号清晨5点多 彭屋一名屈信屋主 不愿意将房子租给别人开赌场 没想到被拒租的男子怀恨在心 带着一群朋友 直接闯进家中痛而无阻 这群人从车库 一路打进屋内家人目睹全程 甚至下跪哭哭哀求 但恶煞不但不停手 还恐吓要砸他的便当店 我们一定会害怕 我有两个女儿打人这样子对吗 我的一个资助就只有他而言 只因为租屋不成竟然传入民宅把屈信屋主打到脑震荡 完全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 警方最后以恐吓及伤害罪嫌将打人扼杀 移送法办 记者颜语楼谢时雅朋友报道 赤字了2000万翻新了丰园区的中正公园 在今年的圆夜底才开始启用 现在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溜滑梯 就发现常常被这个静电电到 他用孩子被电到一次就不敢再玩 家长还戴手套来防护也担心被电 我们记者实际来测试一下 因为摩擦真的产生静电 所以呢你在碰触到就啪的一声 手还会刺刺麻麻的 小朋友到公园玩开心的蹦蹦跳跳 仔细看滑梯连接着铁架 可是让许多家长心里怕怕的 有耶真的有电耶 很大声 民众用手触摸很明显能听到 啪啪的静电声还会刺刺麻麻的 塑胶摩擦以后就会有静电 然后呢我带着孙子这样爬嘛 自己就下来以后再去摸他就啪一声 游乐设施太好玩 有大胆小朋友照玩 但也有孩子被电到觉得很痛 玩一次就不想再玩了 家长心有疑虑甚至戴上手套防禁电 先这样摸 那是这样摸 这样摸 来电刀的你会叫 台中市府赤资2000万元 在崩元区中正公园打造独特的 简形溜滑梯跟油气设施 今年1月底才落成起用 却发现溜滑梯会电人 然后最近因为天后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的衣物跟鞋底 与塑胶摩擦产生静电 那由于摩擦升电的时间比较短 电流很小 对身体不会造成危害 市府新建工程处说 这算正常现象 因为秋冬气候比较干燥 新完工的人工草皮 又比较容易产生静电 一进在出口共装设6支除静电杆 并加强直在洒水 增加空气湿度 不让家长带着孩子玩耍 提醒吊胆 记者连比李云杰台中报道 好来看到呢 这样的一个景象 应该让大家觉得蛮吓人的 这是在高雄岗山的围人路 16号下午4点多 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景象 民众现在看到 哇这个蜜蜂漫天飞 下一秒钟居然全部 都蜂涌到这辆机车上 包含了你看到整个 以贝拉车身 满满满被蜜蜂给淹没 不蜂人来到现场 想要来抢救无辜的机车 才发现为什么 原来他们是在追蜂后 等你来看 大群蜜蜂也抹机车 密密麻麻 爬满车辆以被机车 惨被蜂群吞噬 这惊人一幕 吓坏民众 高雄岡山区围人路 16号下午4点多 突然出现大群蜜蜂漫天飞舞 接着蜂涌而至机车上 不止一倍瞬间被淹没 还蔓延到车身及地盘上 民众惊吓尾观 处于万气这样 突然间又停在摩托车上面 满满满的 这辈子没看过那么多蜜蜂 3点多一开始 它是整群在天上飞 飞完之后 它就开始附着在那台摩托车上面 它就一直过去 只过去到现在就是一整个窝 所以它讲的是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要发生 捕蜂人员搬来蜂箱 用板子直挽刷子 慢慢将蜜蜂捞下 抢救无辜的机车 分析他们突然聚集 可能是因为蜂吼在机车上 金人一幕引发热议 索性经过不封人救援 蜜蜂们全数搬家 机车也顺利脱困 没人受伤 结束这疯狂惊魂 记者年用程黄韵澜 高雄综合报道 基隆港是只要一大早出现 今年的第一场平流雾 你看到雾蒙蒙的一片 船只都被农雾给吞噬 盖住看不到 也因为这港口能见度实在太差了 不到220公尺 基隆港的管制员 在上午8点10分宣布 基隆港暂时停止船舶 申请进出港的管制作业 而这一场农雾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散去 但至少也影响了 有三艘船舶 不过在9点半 也已经解除了管制 在今天早上 短暂的停进出港 一个小时 而在屏东小楼球的公营船 宣布说19号要停航 为什么呢 去年11月才让全新的公船 流星号起航不到5个月 现在说工库不足 没有办法来负担员工的薪水 油钱 让小楼球的居民是骂声连连 当地的居民搭乘供应船 只要60块钱 现在改搭民船票价差很大 长期下来恐怕吃不消 每到廉价民众一早就来 东流县码头排队买船票 排队人楼没有尽头 码头设有公营和民营船 但现在公营船却突然宣布 要停航 居民骂声连连 公船因为工库不足 无法负担员工薪水 油钱 19号起停航 东流县会帮忙在东水学生上学 公船停驶阻断小楼球居民交通 岛上学生上学 老人看病该怎么办 广播车开进楼球市区大哄嗓 说声不好意思 公船行驶 小楼球居民往返游客 只能搭民营船对比票价 公营船小楼球居民只要60元 不只交通不便 票价也差很大 消息一出网友议论纷纷 赚这么多观光财 连一艘公船营运都撑不起 请延插公库 请问是想搞倒公营 土力私船吗 公船的公口存款 没法来几乎完工薪水 一直加油的休息 说再多抱歉也无法挽回 公船停驶只能搭民营船 票价差很大 不仅造成小琉球居民交通不便 也让荷包大缩水 接下来张春华菜双集李依荣 评论报道 这一瓶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 999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